好,这一个小节当然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1成绩如何 有8位都满分7分 所以看起来那个题目相当简单 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好,第一题 下列何者不是水的用途 灌溉作物 发电厂的冷却台 这是我们的图里面有的 游泳和水等水球等等的 这些体育娱乐活动 洪水泛滥应该不是用途吧 洪水泛滥这个是一个坏出来的 不是用途 所以这个蛮明显的 那陆地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都是出现在海洋中 如果你有听书 我有把这一句话highlight起来 然后有emphasize 不知道是哪一位选陆地上 当人体内含水量不足 我们就会造成脱水 也是在我们课文上有的 干眼症呢 其实是缺乏维生素A 除了干眼症以外 还会有这个 叫什么 夜盲症 维生素A它是管眼睛的 所以它除了干眼以外 还会有夜盲症 所以这个是 OK 脱水的部分 就是晚上 夜盲症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说 正常人呢 他的晚上 当光很弱的时候 不是完全没有光 完全没有光 谁都看不到吗 对不对 我之前有讲过 一定要有光进入眼睛 我们才可以看到东西 但是夜盲症的意思 就是说 他正常人是很微弱的光 还是会看到 你的这个眼睛 会瞳孔会放大 让你可以在很微弱的光 底下还是可以看得到一点 但是夜盲症的人呢 是可能完全没有办法调节 那个瞳孔 造成他很弱的光也好 他完全都看不到 所以这个叫夜盲 OK 所以可能就你要比较一下 所以如果是黑到完 全部人都看不到 这样你也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全部人都还是可以看到 但是你看不到了 这样你可能就是有夜盲症 OK 维生素A吃多一点萝卜 OK 我有夜盲症 我看不到老婆帮我拿 这个是懒人的借口 OK 好 医生建议每个成年人需要摄取多少的水 每天 我有写到每天 所以是两到2.5L 这个课本上有写 你会看到我给的都是差很远的 就差10倍 或者是差2倍以上的 所以这个是B是正确的 不会给到你很靠近 然后让你猜 不会这么碎的 夜盲症有没有的 夜盲症基本上就是缺乏维生素A的 所以你就要摄取多一些维生素A 那维生素A的话呢 最典型的就是萝卜 红萝卜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讲 哎呀 这个 兔子眼睛红红 还是因为吃了红萝卜多吗 所以其实 我不懂是怎样 我是这样子来记 然后就吃萝卜就会影响眼睛 这样子 OK 是吗 是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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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讲近视是因为我们眼睛的白雪球不足 还有 OK 我还是带眼睛好了 到最后这个要很贵 OK alright so 7000美元 我还是带眼镜好了啦 200多块啊 就可以带一个一副眼镜 OK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呃 生活在干旱地区的植物 有什么植物可以储存5000L的水 原本我在想我要不要放那个仙人掌 陷害大家 还是不要啦 可能仙人掌也是可以咧 对对 so这个是课本上有提到的猴面包树 有人写西瓜 可能觉得西瓜里面的水也是很多 但是不至于5000L吧 西瓜也是这么大小 最多两个L的水吧 ok so这个 而且它不是在干旱地区的植物 所以这个你要看清楚啊 他到底写的啊 资讯啊 应该是比较正确的是猴面包树 下来关于水的重要性啊 描述不正确的是哪一个 水是组成生物体的重要主要物质啊 像人体我们有70到80%的水 我说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植物需要水来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好像不知道在我们的范围内 但是呢应该是对的 好 因为水加二氧化碳通过光的结合 才可以得到这个葡萄糖的 所以的确是需要水跟二氧化碳 才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地球上的最早的生命呢 是源自于水中 这个也是前面有提到的 这个是正确 不正确的应该是这个 人体内含水量过多会造成脱水 应该是过少 过多可能是水肿 有一个病 其实是 其实不是过多啦 纯粹是那个身体机能出问题 让你没有办法排出水才会水肿 所以真正不是因为你喝太多水 这么简单 而是你的身体机能出了问题 没有办法排出水分才会有造成水种的 OK 好 再来最后一题了 干燥的种子内含有水分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水道放在干净的干燥干净的 室管里面 然后通过本身灯和酒精灯均匀加热 步骤里面有强调的 注意 室管口稍微的向下倾斜 原因是因为 因为产生的水蒸气在管口液化成水株倒流回底部的时候 就会造成 室管皱冷而炸裂 这个我刚才有特别提的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考试的重点来的 OK 大概是这样子 2525 30 20 7525 2000 max